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甲的碎裂 指甲的一个 它的形状的和正常的也不同 形状的一个改变 关于小孩的灰指甲怎么治疗 我们知道灰指甲主要是靠口服药和外用药 如果这个小孩他年龄特别小的话 我们如果能用外用药就用外用药 相对复作用药小一些 就可以把那个指甲刮得非常的薄 越保越好来涂冰醋酸 或者阿摩洛芬这些外用真菌感染 治疗灰指甲这一类的药物 如果效果确实不好 我们也可以小剂量的根据儿童的体重来计算 小剂量的口服抗症状的药来治疗这个灰指甲 相对来说 我们有个特别耐分副作用 在儿童身上可能效果它还比较好 副作用要小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